东京奥运会上 王俭佳和在这个项目收获第四 并以15分41秒49的成绩 打破了亚洲记录 今晚的决赛 王俭佳和也是很快占据领先位置 他的国家队队友也是好朋友李冰杰紧随其后 刚游了不到100米 两人已经超过了其他选手一个身位 王俭佳和微弱的领先位置保持了大约500米 此后被李冰杰迎头赶上 一千米后 李冰杰开始发力 结束了与姐妹齐头并进的姿态 逐渐拉开差距 最终 李冰杰以15分58秒43的成绩夺得冠军 王俭佳和排名第二 赛后 两人的第一反应都是 这个项目太累了 太累了 这个项目 太累了 这个项目 真的就是有多苦 也就自己都知道吧 因为全业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赛吧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代表自己省市 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尽自己一份力